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看到它 它是坐在所謂的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小巷弄裡面 看似不起眼 如果我們不透過它門牌上面 講的一套涼藏 其實我們完全不知道 它到底是在做什麼使用 1940年代 就是在二戰之前 因為日本要劃動戰爭 它供應軍隊裡面的糧食 希望由台灣的稻米 來負責主要的主食 所以在台灣各地 他們就蓋了很多的 政府蓋了兩張 那台北這一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 台北並不是盛產稻米的地方 在台北沒有很多洞 這是其中最先蓋了一洞 所以當時把它取名一號兩張 它的建築物大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它比較高 它大概就是我們大概兩層樓到三層樓的高度 但它只有一層 它上下都有開氣窗 在離地大概30公分 還有離天花30公分的地方 那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透過上下窗 我們知道熱空氣會往上升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原理 將這個熱空氣排出去 引進新鮮的一個比較乾冷的一個空氣 進到我們的室內 100坪就是有300平方公尺 那是長方形 那牆壁比較厚 可以隔熱 這樣它裡面的稻米 稻穀才不會壞掉 再來就是說它的屋頂 當時它不是用水泥的 它是用木頭的 所以為了這種建築物 他們就畫了一套的標準設計圖 放出台灣各地 後來到了1944年1945年 就這個房子完工不到五年了 這個太平洋戰爭爆發 我們一國的飛機來台北 這個風炸掃射 那因為這個房子的目標 比較明顯 因為它體積比較大 所以它就被這個機箱掃到 它還沒有進行糧食這個存機的時候 日本人就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所以這個倉庫基本上也沒有觸及過糧食 那光復以後呢 這個農糧署呢 就接收作為它製作麻袋的一個工廠 在我們接觸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所思考的就是 我們如何回覆它糧倉應該有的場所跟地位 我們來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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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历史性见物 其实过去来说对于现在的人 可能他就是有点距离感 我们是希望我们今天 在重新做这些事情之后 能不能带来一些更不一样的内容 让他表现是很活泼的 然后是很多元的 那民众进来 其实他可以慢慢地去感受 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进来 他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园地 所以用了乐谱这样子 代表的是快乐的园地 有时候会经过这边 从这边通道走到 鬼风王场的附近 所以我知道这边是一个两场 对 然后也因为这样 所以看到这边现在是 卖这些食物的东西 然后也觉得还是 办不出他的想法这样子 这边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很像废居啊 就是经过都不会进来看一眼 因为他就是很荒废这样子 还蛮压抑的 因为其实外面还是就是跟之前一样 就是都没有装潢过 可是里面就感觉还蛮舒服 然后就是空间都 就是有那种复古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他蛮适合小朋友的 因为其实现在小朋友吃 我们都会比较注意 然后他其实卖的东西都蛮不幼稽的 小朋友拿了 然后他就可以现场看到 然后现场拿来挑选 而且他这边还不错就是 他都开放让你选 然后小朋友都可以去摸 然后去看 然后自己去选 就是这一点还不错 旧品要装新酒 让它有新的功能 但是问题它旧的那个意义啊 用什么方法把它彰显出来 比如说你那个天花板 你就不要把它盖起来 回去看到那个屋架 然后建筑的外观啊 不要改变得太大 像这种都是对历史的尊重 我们允许有新酒装在旧瓶子里面 但是旧瓶子的形状 你就不要改变它 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将这个场所建立起来 把台湾所谓的这些顶尖优秀的 农产品的这些职人 能够把它们带到这样的舞台上面 让台湾的产品也能够发光 发热